说起比亚迪仰望U8这辆超重型新能源硬派越野车 就算要价109.8万人民币 但还是成了很多人的梦中情车 而在中国大陆最新的工信部申报目录中 也透露了仰望U8更多的车辆机密 首先引发震撼的是整辆车的整辈重量高达了3460公斤 仔细对比一下像是路虎卫视 也就是台湾所称的Land Rover Defender车系 其中最重的8人做家常版车型 重量也只有2528公斤 仰望U8的车重足足高出了900多公斤 而且仰望U8车身长度达到了5.3公尺以上 宽度也达到了2公尺以上 车身高度也超过了1.9公尺 尺寸加上重量的音速下 官方公布的安全急速只有时速200公里 看来高速巡航并不是仰望U8的强项 硬派越野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另外根据中国大陆最新的工信部申报目录内容里 也曝光了仰望U8的选配项目 可以选择全景天窗 或是前后双天窗设计 至于选配的扰流板尺寸则相对比较迷你 侧边也能选配电动脚踏板 至于胎圈组合有六种款式 还能选配前后各四种刹车卡钱颜色 以选配项目来说不算太丰富 但仍营造出百万人民币售价的高级感 还有最新曝光的车钥匙质感部分 新车的钥匙采用枪灰色金属质感配色 并在边缘处加入镀银元素进行装点凸显层次感 相对之下也呼应了百万人民币身价的质感 至于动力部分 仰望U8是一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引擎的最新数据也曝光 采用了比亚迪最新研发的2.0涡轮增压引擎 引擎调效也相当激进 最大马力达到271匹 贪称比亚迪史上最强2.0涡轮增压引擎 一四方刀片电池 四轮四电机 单电机最大功率220到240千瓦 0百加速3.9秒 总结来说仰望U8掌握六大核心技术 分别是一四方 云碾 刀片电池 超级车身 智慧坐舱 自驾辅助 可选豪华版 越野玩家版 定价109.8万人民币 最新曝光的资讯来说 最引发关注的就是车重高达3460公斤 可说是全世界同级车种里面最高的车身重量 加上最高级速只有200公里 整体设计里面定位百万级高端新能源硬派越野车 还拥有浮水模式和暴胎继续行驶的能力 仰望U8也曾成功登顶世界最高杀风 也就是为在内蒙古的秘鲁涂风后 而且时间只花了2分40秒 靠着就是全新设计的云碾P底盘系统 是全球首款新能源越野车专属的智慧一压车身控制系统 109.8万人民币售价的中国大陆顶级豪车 让人见识道比亚迪创立仰望品牌的野心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频道 我们下次见 搜索中天车想家 付出输入at 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们了